謝謝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性格 行善 好 那麼剛才大家都已經發表了 行善的這個集席演說 現在呢 我們要請出今晚的集席點評 這位會員大家對他都是非常熟悉 不但是本會 而且其他本會也對他非常的熟悉 很尊敬 那就是張義偉 今後你本集團室的導演 我們有請你的時間是五分鐘 那那個就是三分鐘清燈 四分鐘黃燈 五分鐘紅燈 五分鐘三十分鐘 你先想請 好吧 謝謝 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我們請了六位集席講員 但至少就是我們每一個集席講員 都有一個站台的機會 就是這就是一個鍛鍊 上來就是一個勇氣 我們第一位講員就是李文俊 我一直說他的聲音特別好聽 他的聲音像散文的聲音 而且他的優點就是排風特別穩 他的形善的定義就是說 一定要放鬆 都是自己最美的 就是做自己願意做的事 我覺得他這一點講得特別好 我只是覺得他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對題的理解 在過程當中慢慢理解 所以他的眼神開始往上飄一點點 其實我們演講就是說 眼神絕對不可以飄 飄一下都是錯 就是眼睛一定要死死的盯住觀眾 一刻都不能飄 一飄就代表你沒有自信了 你心虛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眼神是你最大的改變 要改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 陳修貞能夠上來講 就是第一個進步 慢慢的慢慢的你就會再講 不用著急 我覺得他的重點就是說 我學佛 學佛是基德 學佛有同報 這一點重點 他講得特別好 第三個呢 我們在毛大哥 我覺得他今天露出了本來面目 因為他本身就是即興演講最好的 和他以前一直在做作業的時候 他因為太被作業的規則所束縛住 他不能夠把他的神才表現出來 而今天他的神才出來了 所以今天他講得特別好 行善不用錢行嗎 當然行 我們很多善事是不需要用錢的 互相幫助就是行善 而且他的重點是 帶到了我們今天最高最帥的 甘慕隆 BTM他所講的話 在我們的江雁慧 互相幫助就是行善 他引用了名人的講話 這一點特別重要 第四個就是 甘慕隆 我覺得他 開頭 開頭 拖了一點點 就是說在理解的措施當中 拖了一點點 你講到了這個題目 會不會會爛用 真的會爛用 我相信我們新加坡 很多人都知道 杜萊的NKF 明義法師的行善 他們都是屬於錢被爛用 因為行善需要大家捐款 如果捐款沒有被監督好的話 一定會被爛用 所以我覺得爛用可以再講得準確一些 第五個就是葉美玲 我覺得他最可愛的地方 他自己說了 我離題一回 所以 這是他需要下次 重點的地方 就是我們只有兩到三分鐘 不要離題 第六個就是 說你喜愛的方式 趙君才的優點就是 他一定有演講的經驗 他其實他能講 他會講 只是上來 一上台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該怎麼講 我覺得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扣題 我們做幾期 一上來就要扣道題 我認為我們的六位講員 今天一上來都沒有準確的扣道題 包括 如果一上來就對這個題目 直接給一個結論 你再講那個性格 那就會更加好一些 扣題非常重要 然後講的連貫 緊湊非常重要 中間不要用尾音墜語 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極其的小經驗 我今年參加五次比賽 沒有一次看到紅燈 因為我給我自己定了三個時間段 第一個時間段 你要準備一個故事 一分鐘就夠了 只要看到微燈亮 你就要變 變什麼呢 講道理 講道理 講到黃燈亮 半分鐘就夠了 只要看到黃燈亮 你就要總結 如果這樣的話 再總結二十秒就夠了 一般的話 一個精彩的集席一本 一分五十秒就夠了 當然 你真要想講好集席的話 你平常的知識儲備 特別重要 我建議大家讀兩種書 一種就是讀者文哉 你去買一本讀者文哉 一年版 你讀下來 你保證有很多素材可以講 一種就是 星雲法師的講人聲 在大眾書局 大概抽到第十三本 你把這十三本讀下來 你也會有很多的素材可以講 你當你有很多素材可以講的時候 你站在台上 你絕對不會慌 所以在我們站在台上 做演講之前 我們可以先積累一些素材 你積累的素材越多 你會越自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張奕偉 其實就是演講中的精品 剛才 明清也聽到了 張奕偉給我們精品的點評了沒有 哪有他的那個口訣啊 看到清燈就要 開始結束你的故事 然後再下一個定論 我覺得這非常厲害 大家要記住 這五分鐘非常的寶貴 有很多很多精辟的意見 跟知識在裡面 希望大家有把它記錄下來 特別是他的那個三個顏色的口訣 我們都要記得 在黃燈的時候 就必須要開始做你的總結了 那你永遠不會潮食 而且時間掌控得非常好